信要信到心裡面去 所以不管碰到任何痛 这下直接去极乐世界了 念佛吧 因为我的一个过失 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这么多人挤来挤去 他们叫我赶快进去 对不对 那我哪里就得罪了一个人 所以我想这是念头的问题 所以每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记住你的念头 就像穆建年尊者是被打成肉酱的 穆建年尊者为什么被打成肉酱 他已经成了阿罗汉了 因为有人来找他麻烦 要骂佛陀 他有神的话说本来就是 你们的教主在地狱 几千个棒 石棍棒 石头就把穆建年打成肉酱 当然这个有过去的因 穆建年以前是抓鱼的 他专门抓喜欢大的鱼 上到船上会跳 他就像棍子这样敲他 所以你看他抓到多少鱼 等他成为阿罗汉 阿罗汉没有消业障的 阿罗汉只想要赶快 证阿罗汉不要来脱胎 所以但是他的一个念头 前面是瑟利佛 瑟利佛这个人很慈悲 智慧第一 很慈悲 他知道对方的教主在地狱 他也看不起他 他讲说我不太清楚 很客气 所以他们就没有杀死他 这些人已经听到说佛陀的弟子在毁谤他的教主普南努 普南努就是裸体外道 现在在印度还很流行 然后呢 他们就要把劲一个杀一个 结果碰到瑟利佛没杀 因为瑟利佛用微笑 没有坏的念头 那目见人比较高 本来就是啊 你们普南努在地狱 马上啪啪啪啪啪 打到扁扁 当然这不是光这句话 要有过去的业 跟现在他讲话的源 所以就发生了 如果目见人那次讲话说 哦我不知道耶 没关系 哦应该不会 那就没事了 那个业就过去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有个车祸啊 碰到一个灾难啊 生病啊 都是因为你内心起心动念 再加上那个业现前了 所以修行医平常要忏悔业障 也要保持正念 然后呢就不会碰到不好的 我这边有个地球哦 各位最好也买一个地球 放在你家佛堂 我们做任何修行 都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整个地球 好不好啊 为了整个法界 这边有一个星球 这个是一个表法 念阿弥陀佛打坐 修仪鬼 拜佛供养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地球世界 为了宇宙世界 这样子 你要有这个动机 那就非常圆满 所以但是 我们的生命只有三个钟头 要这样想 但是利用这三个钟头 那好好的 一直来慈悲 一直来开发自己的智慧 我很希望各位在船上 这三个钟头 下船以后都不会骂人了 这下超度了 法会成功了 你要做一个决定 难不难 很简单 因为这个生气骂人 本来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行为心态 行为心态都是空无自信的 哪有什么不好改的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对啊 这一切的都是幻化的虚幻的 没有一个爱生气的我 没有一个好色的我 没有一个爱赌博的我 没有的 但是我们偏偏有个我词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而不原谅你自己 所以我想各位再问一次 大家可不可以成佛 没有问题 你要一直告诉自己自己是这样 可以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不要说哎哟不行 我胃痛 我胃痛 很多人跑来 师父师父 我忧郁症了 我说我看你怎么不像 我忧郁症了 他一直要强迫自己是忧郁症 所以 因为他已经 这个执着 他认为我就是这样 你们要同情我 你们要这样 所以各位以后 你是个男人以后 跟别人讲 哎 你是个女人 以后别人见到 哎 我是男人 那就解决了 这个不重要 我们要念什么 来 我是菩萨 你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佛教主见到对方 阿弥陀佛 叫我啊 对啊 不然我叫谁 提醒你 你也可以变成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众生就有佛性 所以 自己也是阿弥陀佛 对方也是阿弥陀佛 千万不要用外表 凡所有像 都是虚幻 假的 不要比较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谁活了久 不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钟头的生命 快不快乐啊 三个钟头比人家过一辈子好 他是什么全球首富 每天忙着赚钱 搞股票上市 还不如我们三分钟 丢一个面包的功德 对不对 佛陀讲的 一念清净心 都成为成佛的因 一天八观再戒 不得了啦 七世做世间的皇帝 七世升天 所以你懂佛法以后 生命意义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有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我就是听无佛法想通了 所以我赶快出家 我干嘛在那边浪费 一个月给我赚一亿 一年赚十二亿 十年赚一百二十亿 然后赚什么 把我生命给赚掉了 所以我能够去好好修学佛法 佛法也很简单 孝顺慈悲 相信因果 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念大悲咒 这个大 是没有范围叫大 没有界限 没有障碍 观音菩萨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等一下各位 我们念大悲咒 如果你有水 也可以到外面灑一灑 那你灑在这边的水 会不会跟世界的水连接在一起啊 它是息息相关的 水入空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对雨好 你对蜜蜂好 蜜蜂好 那就会开花结果 这个世界就非常的丰盛 所以我们每一个行为都会连接 都会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对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慈悲 那我们祈求三宝的加持 祖师大德的加持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最重要的要忏悔 那什么是忏悔 忏悔就是 以前我们不知道 它是一个生命 我们把它给杀了 给吃了 当做一种满足的欲望 现在我们学佛了 总会知道 请问这些龙虾 是不是活活的啊 会不会痛啊 会 可不可以成佛啊 会 有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有 佛陀跟我们讲了 你现在还没办法吃素 那至少不要吃活的东西 好不好 因为活了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 一定要让它 不要那么痛苦 就算 你现在还没吃素啊 但是不要把那些活活的 来把它煮掉 杀掉 所以用火烤它 用水煮它 用刀子杀它 它非常的痛苦 所以决心不再做才叫忏悔 忏就是过去错的 我知道了 忏我未来不做了 那我想真心的这样忏悔 才会产生功德力来超度 就像我想很多妈妈都有堕胎胎儿 那很多人说堕胎胎儿怎么都没超度 因为她没有忏悔 她只希望赶快超度啊 你不要让我肚子那么痛啊 她只有一个为自己而不是向对方忏悔的想法 所以我想各位 你现在要这个绝对的惭愧心 我从今天开始敬畏来计 都不会杀害任何胎儿啦 生命啦 而且我还要努力的去救命 那如果胎儿得到了你这个功德 请问她会不会超度 她就会超度 不然很多人还是超度不了 超度不了也会影响到你身体 也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小孩子 因为你相信佛教 那众生人死的不是不在 如果万一她在 她就会很痛苦 就像你们夫妻之间 中间有一个第三者在干扰你们 你们夫妻就相处不好 何况她是无形的 所以一般我知道别人感情不好 中间有个感情在主 所以各位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你上辈子抛弃一个男人 你上辈子抛弃一个女人 你这辈子想好好结婚 就没那个福报 因为对方她会来给你讨债 会给你破坏你的婚姻 破坏你的感情 所以我就认识一个女生 就是这样 她长得很漂亮 很会读书 只要她谈恋爱 那个男人就会跑出来 只有看到她腿的一个鬼 这样 让她睡不着觉 然后谁跟她谈恋爱 那个男人就很倒霉 因为对方也会去伤害她 所以她到现在五六十岁都还没结婚 还在等 我说你不用等 你赶快超度对方吧 她只是想要去交男朋友 我条件这么好找不到男人 她从来没有对她过去是伤害的人有惭愧心 虽然她学佛 但是她对这个因果不太相信 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 但是明明发生了事情 所以我想各位 她结不结婚另外一回事 不要让对方再痛苦了是最重要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在主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要接受这个夜报 然后呢 忏悔 改变 命运就改变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来 回向所有杀业在主 我们要跟她忏悔 我不会再杀了 对不对 来 回向所有金钱在主 我不要再破坏别人的金钱 偷啊 盗啊 回向所有感情在主 过去我们邪淫啊 过去我们如何如何啊 再来 回向所有口业在主 过去我们骂人 说人是非啊 批评佛教啊 我认为念佛好 那个不好 我认为密宗好 这个不好 我们都会去批评啊 这个叫口业在主 所以 回向所有喝酒在主 抽烟吸毒 喝酒 抽烟吸毒 都会有载者 有魔障的 所以有各种各种的 这些冤心在主 然后大家要好好的忏悔 不但我们忏悔 来 引导众生忏悔 代替众生忏悔 特别我们在海上 我们要代替所有海中的孤文 海难死掉的 做海军战死的 甚至出生在海里面的各种的悟命 替他们忏悔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受这个恶报 所以我想学佛 学佛就是要有一个想法 念下来 我欠众生在 我对不起所有众生 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才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所有众生的苦 都是你的责任 为了如此 所以我才要成佛 爸爸妈妈在生病 是我儿女没照顾好 没孝顺好 所以众生 任何一个众生在受苦 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要成佛 这才叫菩提心 而不是说 我喜欢修哪个法门 我喜欢修哪个法门 我觉得这个我舒服 我觉得那不舒服 在赌的演员